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 印尼总统左科维多多在雅加达 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讨论的包括开发印尼新首都努桑塔拉 以及在北加里曼丹投资石化领域等多个合作领域 左科还请求中国协助延伸连接雅加达 和万龙的高速铁路项目到四水 莫基亚为了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决定缩减与富士康子公司 富士康工业互联的订单 这一举措反映了在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风险中 科技行业供应链重组的加剧 最后 随助中国经济转型 向技术进步和创新方向发展 急需技能劳动力和教育项目 与行业需求更加紧密的结合 中国需要改革教育系统 将实践技能训练和行业特定知识 整合到学术和研究框架中 近日印尼总统左科维都州 和瓦德都中国州长王毅 在雅加达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面 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 涉及了多个领域的合作 尤其是关于印尼新首都 努桑塔拉尼桑塔尔的发展 以及在北加里曼丹的石化行业投资等方面 在这场会谈中 左科请求中国协助建设新首都的交通系统 并希望能够将连接雅加达和万龙的高速铁路项目 延伸至四水 此次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特别是印尼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同时也反映了在该地区 中国与美国争夺影响力的竞争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总统当选人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卡布沃-Sibiano 今年2月份赢得总统选举以来 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左科此次与王毅的会晤 不仅是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更是为了在左科的继任者 今年10月份上任之前 为印尼新首都的建设 拉拢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 左科强调了发展 姆桑塔拉新首都的重要性 并且特别提出了在北加里 曼丹投资石化行业的计划 此外 双方还讨论了连接 雅加达和万龙的高速铁路项目 并且左科提出了进行可行性研究 已将该铁路项目延伸至四水的需求 王毅此行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加强与印尼的双边关系 更是在北京与华盛顿 争夺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大背景下 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 这次会谈凸显了印尼和中国 在区域合作和发展方面的紧密联系 尤其是在努桑塔拉新首都的建设项目上 左科对中国在印尼新首都交通系统建设中的协助请求 以及高速铁路项目延伸的探讨 不仅体现了印尼对于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视 也展示了中国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影响力和能力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特别是印尼的合作日益加深 这种合作关系的深化 无疑将对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数字时代 科技巨头们正忙于调整他们的战略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和技术环境 来自日金亚洲的报道揭示了两家科技界的重量级玩家 诺基亚和华为如何在这场变革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诺基亚这个曾经的手机巨头 现在正在重新调整其供应链 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这家芬兰公司决定减少与富士康的子公司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爱 BII的订单量 FII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这一举措被视为是科技产业供应链重组中的一个升级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 诺基亚采取这一策略 并非因为对BIFII的不满 双方的关系依然持续 这一决策背后的动因 主要是应对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风险 特别是在美国推动干净网络计划的大背景下 诺基亚显然是在为可能的供应链中断做准备 与此同时 华为在这场科技竞赛中也不甘落后 这家中国科技巨头 最近推出了其最新的智能手机 POR70系列 这是该公司首批搭载全新Harmony OS操作系统的设备 跃及亚洲的报道指出 POR70 Ultra和POR70 Pro的售价 POR售价从9999元人民币约1380美元起 这些新机型支持卫星图像传输 标志着华为在智能手机技术上的又一次飞跃 此外华为还推出了其首款搭载人工智能能力的 个人电脑MateBook X Pro 这款电脑使用了英特尔最新的Core Ultra处理器 并运行Harmony OS 这一系列的动作显示了华为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野心 即便面临美国的严厉制裁 华为依然在努力推出创新产品 以保持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诺基亚和华为的这些举措 无疑是对当前全球科技产业动态的一种回应 诺基亚通过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来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而华为则通过推出搭载自主研发操作系统的新产品 来绕过美国的技术封锁 这两个案例都展示了科技公司 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 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新路径 随着科技战线的不断变化 我们可以预见 未来的科技竞争将更加激烈 而这些科技巨头们的每一步棋 都将影响着全球科技产业的走向 随着中国向技术进步和创新转型 这个国家迫切需要一支 拥有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 并且需要教育项目与行业需求之间更紧密的对接 中国必须改革起教育体系 将时间技能训练和行业特定知识 整合到学术和研究框架中 将实践训练与理论学习相结合 可以作为一个借鉴的例子 私营企业将在培养技能劳动力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 因为他们通常更灵活 能够看得响应市场波动 并能够整合需要新员工技能的尖端技术 此外 中国需要确保经济进步 不以牺牲可持续性为代价 通过对工人进行可持续实践 和环境管理的培训来实现这一点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 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ing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